如否无碍智 所心慈敏心 点两句经文 我们要把它记住 时时刻刻了 像着跟佛一样 能吗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是佛 这一句话 学佛的人 不能忘掉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什么是佛 明心见心 就是佛 佛是心心 见到心心 就见佛了 就成佛了 佛是圆满 真的 那我们的自信 那我们的自信 说反作用 就是烦恼 不是菩提 菩提是 觉了 完全觉悟 通达明了 没有张开 我们现在虽然有 没了之后 它不起作用 谁起作用呢 阿赖也起作用 没了之后 自信就变成 变成一个阿赖也 自信是真心 阿赖也是忘心 没了的时候 忘心作主 忘心有分别 有知识 有其心动念 真心没有 自信里头 从来没有 其心动念 也没有分别知识 其心动念呢 就是阿赖也事 分别是 第六意识 执着 是第七 莫纳是 三心 二意识 三心 就是阿赖也 莫纳意识 这叫三心 二意呢 就是 意识 跟意根 他起作用的时候 就是意识 他本身也起作用 知识 第六分别 这叫二意 三心二意 假的 不是真的 自信里头 本来没有 迷的时候 发生这个幻想 我们如何 专时 诚知 方法很多 所谓的是 八万四千法门 门门 都能够 专时 诚知 八万四千法门 用的是 接电汇 音节的定 音定开会 会也开了 谜就没有了 智慧先前 谜就破掉了 这就是 专时辰职 尽宗用什么方法 尽宗用 幸运 吃民 用这方法 行吗 行 还行老后上 做给我们看了 他做的彻底 做的究竟 做的圆满 他不认识词 没有念过书 师父只传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叫他一直念下去 求生建徒 他听话 他老实 正干 这一句名号 年辽 九十二年 他成功 我们看勇斯基 细心 去读这本书 你会体会到 他用这个方法 得 念回三美 首先 得功夫成品 这是三美里面下等的 再提升 私益行不乱 再提升 利益行不乱 他真的 达到利益行不乱 我的古迹 用这个功夫 到明显见性 二十年 一句佛号 念到第二 功夫成篇 深繁深通俱途 私益行不乱 深方便有余途 离益行不乱 深时报 专业途 这不可思议 那说明 他能做得到 人人都能做得到 问题就是 你肯不肯相信 你肯不肯正干 他的秘诀 就是这一句佛号 一切实 一切处 未曾丢失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句接着一句 没有忘掉 就没有丢失 没有杂念进来 没有妄想 里面不生妄想 外面杂念进不来 就是这个佛号 其了作用 要一句跟一句 妄想进不来 天天如实 年年如实 年佛一年 一直到佛来 接应他往生 九十二年 修金总 这是现代人 给我们做出 这么好的朋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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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